我们把收集回来的废弃物 集中到一个密闭的容器中 在缺乏氧气的状况下 甲烷菌会进行厌氧发酵 分解废弃物的有机成分 来产生沼气 而沼气的成分 则包含了甲烷 二氧化碳 以及硫化氢等气体 甲烷菌产生温室效应的能力 足足有二氧化碳的 十九到三十倍之多 感谢观看